据科研人员介绍 冷冻精液解冻后的活力往往很低 无法满足人工受精对精子品质的要求 研究中心通过多年攻关 成功掌握了大熊猫精液冷冻和解冻技术 把解冻后精液的活力提高到80% 今年3月20号 科研人员使用雄性大熊猫 卢禄的冷冻精液 对发情的悠悠成功进行了人工受精 产下的这只熊猫幼崽 是今年卧龙中心产下的第七只熊猫 也是全球今年出生的第十只熊猫宝宝 对圈养大熊猫忧生忧郁 保持种群遗传多样性的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